早安 我們今天吃早餐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出格去歌劇院 但沒完 而且那邊好像沒有早餐 我們去了酒店後面的嘉賓堂 吃到他們想吃的蛋餅 試試吃 叫了蔥花和原味 好癢 而且是新鮮的 原來好像蘿蔔和蘿蔔糕 蘿蔔糕 很厚 其實嘉賓真的超級 好癢 我第一次吃蛋餅 你吃過嗎 這隻小鳥在過馬路 但他剛才會飛 只是不能飛 我們現在乘車 再走一會兒 來到這個 國家歌劇院 然後是一個打卡的地方 就是建築 很漂亮 然後 我們現在深入去了 這個國家歌劇院 是我上網看 是一個世界第九大新的地標 是全球最難建的建築物 是一個日本建築大師 是伊東風雄設計的 然後它裡面是沒有柱 他說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是十點四十四分 但原來是十一點半才開 即是裡面的拍照位 要晚一點才可以進去 我們現在進去了 這個新光三月 逛逛 即是在附近 然後當然要逛超級市場 在這裡 百貨公司 但又未必會買東西 但只是逛逛這樣 好 我們吃吧 好像很好吃 又不貴 Cheers Cream是超多 一咬就已經有了 而且很厚實 它的Cream 是巧克力 很濃 不甜 你那個呢 香蕉巧克力 不是 它是驚奇 驚奇 有香蕉味 好 空中花園 我們去到最高一層 這個很漂亮 可以打卡 但是它呢 放了一些餅乾 看到了 你要買了它的餅乾 你才可以坐在裡面拍照 然後上面都是一些精品店 這裡裡面有一間餐廳 叫BVG Play Play Food Play 這個樓梯也很好拍 而且現在的光在外面進來都挺漂亮 很雪白的樓梯 今天有藍天 但是超曬 很期待 不知道會不會看到日落 我們現在來到東海大學 這間大學超級大 但其實我們要看的地方有兩個點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第一個就是 雨品小站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 它有一個東海 東海牧場 所以這裡就有牛奶的副產品買了 然後另外等等第二個景點 就是這個老師兒教堂 但它也挺遠 而且今天很熱 在這裡 好硬啊 咬不到 這是冰條 對 它是鮮魚冰箱 然後我們點了冰箱 還有買了一公升的奶 這裡就是第二個景點 老師兒教堂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漂亮 有點多人 還有有點小 還要背光 現在這個時候 真的曬到崩潰 我們 我們拍了很快 吹吹吹吹吹 吹了幾張之後 我們就立刻 極速離開 現在是今天真的曬到 在頭頂沙落 今天看來好好天 希望有植羊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東海大學雙圈的蘑菇派 也是吃一些 意粉 飯 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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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又要試這個 珍珠 珍珠 蘑菇派 走得快死了 外面又熱又曬 然後走大斜 快死了 現在 現在終於回回 這間蘑菇派 旁邊就是樂優廚房 就是我們上次吃的 Pancake 我們試試新東西 是蘑菇派 黑糖珍珠 超大的 為什麼這個比較大 但是它最好移動 好吸引 好像很軟 軟 這個像我在Gram吃的 蛋糕 它又不是超甜的 真的不會很膩 吃的 我覺得它賣上來的 好吃 好吃喔 蛋糕 好吃喔 蛋糕 軟 我也喜歡這個 即是它沒有那麼像 在吃一塊蛋糕 對 很像Pancake 對 很像一塊蛋糕 它的risotto也很好吃 很香 而且它的雞燒得很脆 這間餅它比樂優便宜 但它的質素好像好一點 我們搭巴士來了很近 東海大學的另一間大學 哪裡 正義大學 對 有什麼特別呢 這裡 它是拍我做劇志文的大學 沒錯 是雙頭著樹的地方 對 是拍劇 其實是一個景點 這樣變了 我們今天除了在大學日之外 更加是這個行山日 在大學裡面行山 好多斜路 好久沒見過 這個 藍藍的天 太期待今天高美濕地了 好熱啊 我們兩個留在這個陰頂 它自己上去 對 我們先不拍 先拍著 但它曬一下 還沒弄好 但它自拍了 它轉圈 在這裡 不知道轉圈 超可愛 這裡是我做劇志文的其中一個拍攝的橋 但其實我不知道 明天說什麼 對 然後我們的俄文粉絲說 這是雙琴還是直樹 第一次送情書給直樹 好 它在這裡擺姿勢 沒有人拍 這間大學的感覺像中學 好像 很多音樂聲 而且裡面現在不太多人 應該都是放了暑假 還有應該遊客也沒有聽過我做的指示 遊客未必會特地來這裡 因為都頗辛苦 頗遠 大家好天啊 拍一下 好可愛 好可愛 但是這樣拍 那邊是小 那邊是小 破壞了 多好多好 是不是多漂亮 拍完 現在就 只有她一個夠興奮 我們是 這麼辛苦來這裡拍幾張 但她是狂拍 暗一點 我們現在 看到美景想拍 對 因為天氣很好 但我們現在就出去 再去看看會不會去多個景點 如果不去 就直接去高尾濕地 這裡是正義大學後面的一條街 有一點點打卡位 這裡是叫沙綠夢上街 不知道為什麼它是有籃球主題的 有打卡位 有打卡位 你飛吧 你飛吧 這裡有很多男人 哈哈哈哈 這裡反而多一點人 多於大學那邊 現在乘309號的高車 就出發去高尾濕地 多謝 多謝